日本政府計劃在今年內排放經處理的福島核廢水 香港作為日本食品最大的輸出地區 日本官員星期五專程來香港解話 說經處理的污水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 又說港府仍然限制日本食品的進口並不科學促稱港府撤銷 東京電力的代表說所有污水會經一個專門的處理系統 過濾和轉移到檢測專用的儲水罐入面 並會經過第三方機構確認放射性物質的濃度 當中包括多國的實驗室 也會有來自中國的科研人員參與 日本農林水產省的官員說 現時港府對日本食品的進口限制並沒有必要 也沒有科學根據 至於被問到會不會考慮在食品包裝標明原始產地 釋除港人的疑慮 他就說各個縣在食安上面沒有分別 不認為要公開產品出產的縣名 會繼續與港府解釋 在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 港府限制日本福島和其他四個縣的食品進口 有關出口箱必須持有和提供出口箱證明書 證明食品的輻射水平符合食用標準 並且在日本可以銷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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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